又来到Sepang Track了哈 来到Sepang Track你会想到什么 引擎的咆哮声 还是赛道上赤油的怪物 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宁静的交响乐 纯电动Porsche 泰坎 真的是难得又来到 雪邦赛道了哈那今天是这个 TICAN EXPERIENCE嘛就是让各家媒体都来 试驾体验一下 宝石结甲族所谓纯电动的魅力大家都知道宝石结甲族就是作品 跑车的嘛 什么911 718 Panamera 哇 非常丰富的阵容 纯电动的宝石结究竟是不是宝石结 那今天 宝石就要给我们这个答案 究竟 纯电动可以去到多可怕的一个境界 大家都知道TICAN我们之前已经发布会介绍过了哈 售价从720千7 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因为最近 税务假期嘛 那个官网上现在那边的价钱哈 TICAN 入门只要580千 哎这个580千 代表是什么你自己去 网上搜索 如果你去找一辆REKON的TESLA你要买多少钱 你与其去买一辆REKON的TESLA 宝石结 所以它是一个不一样身份象征 当然TESLA也是一个最近很火热嘛 话题性很多嘛 但是宝石结 它的这个 赛车血统 它的整个性能的 标杆 是真的是在 汽车产业里面 数一数二的一个标志哈 那 TICAN在马来西亚贩售其实目前有四个等级啦 有 TICAN 有TICAN 4S 有TICAN TURBO 那我身边这辆是TURBO S 哇我上一道这辆其实我有点开心啊 这个也是好漂亮 白色平时我们觉得说 嗯 可是这辆车放白色你就会觉得 而且 也是白色的 哇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们今天没有要做完整的试驾 我现在在SepangTrak的正中间我可以把车停着来 然后可以站在这边煮吃 我觉得是 真的这个莫大的荣幸哦 讲一些它的 基础配置好的 入门的车型 即使最入门的 也有差不多 300多400匹的马力 那性能我们放表格在这边啊 从最入门的到最高配的 最入门 价格580千 就可以 拥有一辆 我觉得我听说大家看 最近卖很好 最高配的这辆呢 115万 入门版跟高配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我们都知道性能会不一样嘛 就是它的 Tuning 电动马达的输出会不一样 那还有就是如果入门版只有后驱 中高配版都有 就是四轮驱动 而且电池模组也不一样 我们之前的 介绍已经详细解说了 它有这个performance Battery 中高配以上都有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Performance Battery大电池有什么好处 大电池的好处 你除了行驶里程数更高 你的性能其实也会加强 我们刚才已经试了直线加速了 好可怕 最高配的其实这辆 2点多秒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刚刚踩一下 哇塞 纯电动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到底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 我们准备好迎接纯电动了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 但是今天是了这辆车子 再踩一下也稍微转两圈 我好希望好希望我们的基础建设可以快点打造起来 我们不只看到保时捷 除了我 看到我们之前说的 Tesla在外国 大红大纸 大家去注意近 几个月的新闻 各大厂都一直丢 资源 进纯电动车型 所以 表示外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到底现在在哪个位置 好今天我们有几个环节 刚才 有一轮解说 然后我们试了直线加速 然后 这下我们还有 上车 没有时间做试驾 我们就 Fill这辆车子 然后去 感受一下 回到 SepangTrader的感觉就好 准备 3 2 1 Go 嚏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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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嚏 刚刚 就做了 Ticcan 我家 喔 我们做直线 加速 重刺的测试 我们 今天第一个exercise啊 我们刚才上了一堂课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TICAN他的整个结构 他的动力系统是怎么去玩的 我觉得我的身上限速到现在还有一点在 所以有一点 我们是两辆车啊 一个是TICAN 4S 一个是TICAN Turbo 4S当然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那TICAN Turbo就是一个比较暴力一点的 就是321 step到完 你就feel到4点多秒 差不多5秒这样子到100 电动车跟汽油车的 差别真的是太大了 汽油车你会感觉到他那个线性 引擎做工的过程 电动车不会也电动车就是 你踩下去你就会发现到你的 风景往后被拉扯 然后你这个人往前推 你feel到那个GeForce TICAN的直线加速可以有1.2左右的GeForce 所以那个身体的感觉是很强烈的 我刚才我先试黑色的是TICAN Turbo 所以他那个加速感很恐怖 再来我们试的是4S 4S就比较温和一点 但是4S后来我们跑三轮 第三轮的是 哦这声音好好听哦 那个 artificial电动马拉的声音 很美妙的感觉 对第二轮我们在4S的时候 第三个RUN我们跑三个人嘛 第三个RUN我有用Launch Control 有再加overboost 踩下去 放上来 哇那个车有一种 抬上来往前推的感觉 所以今天第一个测试活动 原厂就是要我们去 知道电动车 Soundtrack没有问题 他还是有Porsche的DNA 他超快 他可以说是Porsche 最快的一辆车子之一 等下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 好像还有 Soundtrack 很久没有Soundtrack 压力有点大 那我们等下再说 OK我们现在是 Digan4S 然后是不懂Nord track Soundtrack啦 现在的驾驶模式是 Sport mode 三辆Lit Car 我们的红色Digan4S跟后面的 都是Digan4S 就是入门在上一个等级吧 这辆车吼 的个性非常诡异 因为驾惯了汽油车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加速感进来 你会觉得 哇 第一圈 Sepang 这辆车有一个感觉 很容易驾 非常非常容易驾 动力很恐怖 但是它的油门掌控是 完全你要来他就来 你放他就慢 虽然说原厂表示说你放油门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做回虫 他还是 即使你没有骰擦车 他还是会拉一点速度 但是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他非常 非常恐怖的战斗力 然后 他还是就像 驾我们普通的汽油车感觉 Pocher真的很成功把一辆纯电动车 打造成 非常强烈的跑车个性 即使他没有声音 啊我现在戴着这个 Helmet我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 据说有一个artificial的 呃 Electric Sound 在我每次加速的时候 他就push in 那第二个重点最强烈的重点 重心 我们以前在Sepang驾过很多款车子 很多很多款车子 我没有驾过一辆重心这么低 压弯这么稳的车子 这个体验真的是 非常的与众不同 真的好可怕的驾驶感觉 我要加速他就加速 我要刹车摆弯他就乖乖听话摆 怎么摆都可以 Oh my god 完全feel不到这辆车 有任何难驾驭的感觉哦 哇我刚刚才想说 今天我有很大的压力 可是驾了这辆车子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样压力 可是现在转SPORT PLUS了 我觉得我的压力就上来了 OK LIT CAR跑了 我们现在直线加速 注意LIT CAR 它的唯一上来了 时速百四百五百六 慢慢了 好快真的很快 真的好快好快 好恐怖 但是这辆车驾驶的感觉哦 如果你捂住耳朵 你会觉得像汽油车 汽油跑车 哇它的CORNERING真的是一流啊 再加速再加速 哇百三百四 追百六 我觉得LIT CAR驾到很客气 他很怕 其实我也很怕 哈哈哈哈 这辆车的那个instant torque 真的 太恐怖了 幸好我觉得他给我们驾的 不是high spec的 对 如果他给我们驾TURBO 或者TURBO S上这辆TRACK 他的压力会更大 不是我是他 好 来可以 OK 来啊 我们再加速一轮 80 90 百二 百四 百六 百大 OK 不是我放慢啊 是前面的车放慢 所以今天一个结论 Bosche打造的电动车是跑车吗 是完全不要怀疑这件事情哦 他打造出来比跑车还跑车 这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我觉得DICAN 除了这个 能源的限制之外 他真的是一辆10向全能的车子 对 四人座 你要力 有力 你要corner 有corner 你要舒服 很舒服 缺什么你知道吗 缺钱对 好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能先告一 一段落 那 短暂的体验啦 对 一场赶时间的体验 超级短暂的 我们早上 10点开始吧 12点我们就要回家了 索实在车上 那我们家 OKOK 好 接着 Bye